接下来看到这位他是为了替日本311的灾民打气 台湾背包客中医界 过去两个月他是以搭便车的方式 跑遍了日本南北二十个城市 要搜集的是超过一千个微笑写真 现在就透过我们的镜头 独家带您感受台湾人做善事的热情 台湾帅哥在东京文青聚集的夏北泽 演奏最夯的乌克丽丽 河南不吸引目光 太棒了 小心翔尼可以吗 你怎么办 为了替311灾民打气 今年三十二岁的Terry 过去两个月在日本二十个城市 成功搜集超过一千个微笑 但每次为了找场地都得花好大功夫 不过跨越语言繁离的热情 总能把日本人融化 因为他们太害羞了 他们就是热情是隐藏在内心里面 所以我们要去激发他们 不然很多人他们都会走的时候 很想要 但是又不能停下来 你知道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点事情 原本Terry是位做办公室的企划专员 三十岁时辞掉工作到纽澳打工度假 历经好友离癌病逝 以及纽西兰基督城大地震 Terry发现了微笑的力量 他在纽西兰留下的千人微笑墙 更成为当地的观光景点 如今Terry也想把微笑的力量 带到日本三一一灾区 然后我就觉得 哇 我的存款越来越少了 那我到底在干嘛 对对对 可是睡了一觉之后 隔天我又遇到了一些人 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 学会调整自己的低潮 带给更多人正面力量 在日本搜集微笑过程中 Terry遇见好多台湾人给他鼓励 就连正在造势的日本政治人物 也想来感受一下 三年来花了超过一百万台币 Terry从来不说苦 未来完成日本千人微笑照片展之后 还要继续回到台湾 环岛搜集台湾原住民最美的微笑 中天新游温正姐刘鹏宇 东京采访报导